国民党近日传出大局条款 纳入立委初选办法 优先提名现任 或是不具民选公职身份者 而外界解读这一旦呢 这套用到党内的总统初选上 侯友宜要问领大卫 恐怕是不容易了 不侯友宜则把这压力丢回党内机制 而党主席朱立伦则回应 谣言止于智者 新北市长侯友宜开工动土 还有武龙武师炒热气氛 同样火热的议题 还有国民党近日传出的大局条款 立委初选办法优先提名现任 或不具民选公职身份 若未来党内总统初选比照办理 侯友宜要问领大卫 恐怕比其他有力人选更有压力 他把初选压力丢回党内机制 很多优秀的人才 业力为国贵民努力做事 我相信党一定有一个做情的办法 让大家能够团结的面对 勇敢的站出来好好做事情 我是觉得谣言止于智者 对于这些无谓的放话 或者是制造谣言 制造党内困扰都没有必要 眼看消息事处后引起轩然大波 党主席朱立伦赶紧发声 让党内恢复团结 大局条款名指立委 暗中似乎也在测试总统选战风向 初选机制所引发的党内纷争 不仅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形象 还可能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 早早要宣布参选的孙文学校总校长 张亚中喊话朱立伦见面谈 朱主席张老师要跟你见面 对如果朱主席愿意主动的话 我明天就跟他去谈 对不对 如果他现在很忙的话 那我跟他月底见面 虽然国民党中央赶紧灭火 澄清大局条款指示 有人建议 不过党内面临分裂危机 眼下团结才是重点 强调集体利益要优先于个人利益 初选机制乔布隆2024还没开战 党内线内斗自损战力 记得众有报道